OK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也许你可以先fine fine什么呢 可以先把这个Ctrl-C一下 fine这个就是你可以先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文字里面的那个fine函数 在VBA里面它也许不叫fine 它叫做instry instry函数的话 其实结果 相似但是instry回来是告诉你哪一个字 它找到了 如果找不到就等于0 等于0就表示说它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OK fine的话找不到的话就回来就是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 仅好像是那个什么 它有个error message 所以fine的话如果说我今天fine这个里面 在fine test 哪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先吧 找什么先吧 先找这一个 然后记得是一个字串 最好是 因为我记得好像如果加中瓜 我反正会找有问题 反正OK你可以找 中瓜或是找 加这个也没关系 那v16就在这里面帮你找 那star number就是从哪个字开始 如果没有给的话就从第1个字 比如说像如果你要找到的 之后的话你可以再把找到的再加一个字 往后再继续找 也可以做了 只是相当麻烦 OK 然后它会跟你讲跟我讲145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之后的再把这个fine的位置把它剪下来 再贴到那个mid的里面去 mid 跟他讲说我要从这里面帮我从145 那145找到的话是找到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从这个位置帮我找几个字呢 那就是把后瓜就是后面这个位置 后面把这个改一下 把这边本来是应该是 不行 应该还是要复制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 这麻烦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不好 保护 全形打吗 打得出来吗 全形的话就shift加空白键吧 看一下全形 把它用 OK 然后 这个 也一样可以找得到 这个后 不行了 不一样 这个好像不是 跟那个不一样 然后再把它切割过来 去这 错吧 这个一个特殊符号 一样可以找到后面的 然后再把它切割过来 只是说如果你用这个公司的话 它有个问题 它只能切一个 第2个的话 STAR LUMBER里面就麻烦 所以如果用VBI做的话 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先用函数带带看 然后再用VBI写写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底下的话这样就OK了 刚刚那个符号 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刮虎一定要先全形 全形之后再怎么 Ctrl加 那个中刮虎 这样就会出现 不会有点麻烦 反正这个比较少用 那 最后做完之后就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它只完成一件事 就是说只有一个 但是底下这些都 就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话那就不OK 如果两个以上的话 那你变成说你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要再去找下一个的话 那怎么办 算了还是用VBI也好 所以如果像以这种例子来看 真的 复杂的事情 还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 像函数说真的 它能够解决也许是简单的事情 复杂的事情 你都要让它 来用 函数来解 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不OK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用VBA写 但VBA 在